好 面对来世汹汹的Omicron 美国公卫部门呼吁民众 要赶快来接种第三剂疫苗提升防护力 而日前纽约的佛光人就亲自前往到接种站来当义工 也让不太会讲英文的接种民众更加的放心 来到美国纽约法拉圣市政厅 大批民众前来报道 为了追求来打莫德纳加强针提升保护力 佛光人穿上招牌黄色背心忙碌穿梭现场 细心引导民众排队维持施打秩序 要让接种过程不卡卡 而前来打疫苗的上海移民也表示 相当感谢有会华语的佛光义工在场服务 让他不用担心语言问题 盯着涉事四度低温 法师托着重重保温箱来到现场 送来了纽约到场点作组 亲手做的美味素食便当 要和现场医护结缘 医护人员们表示 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素食便当 让他们重新认识了素食 新冠疫情变化多端 国际防御纽约协会秉持三好四给精神 承担接种站义工服务 把健康带进社区之外 也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 另外是美国纽约总和报道 和国际平均护人员工 国际部门 国际部门 感谢观看